在A1这个阶段的话,大家觉得什么语法是最难的呢? 让我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代词,比如说像直接避语人称代词,间接避语人称代词,又比如说像复代词on,复代词1,都是大家所遇到的一些难点了。 那今天的话,我就带着大家简单来梳理一下这几个代词在口语当中的一些用法。 梳理完了之后的话,我们再来做一个小测试,看看大家会不会有所提升。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直接避语人称代词,大家知道它的形式的话是me de la nouvelée,这几个形式。 那直接避语人称代词是可以代替人,也可以代替物的。 重点就是,当这个动词是一个直接集物动词,也就是说这个动词的后面,带的避语没有介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直接避语人称代词来代替。 举个例子,看这句话,t'aime le français?你喜欢法语吗? 那我们在回答的时候的话,t'aime le français,le français就是喜欢这个动词的避语了,并且是直接避语,因为大家看,喜欢和le français中间没有任何的介词。 那我们在说的时候的话,就可以说, oui, je l'aime, je l'aime beaucoup,我非常喜欢。 那用一个le来代替le français,为了避免重复用词, oui, je l'aime beaucoup,那这就是用直接避语人称代词的用法。 也可以是人,比如说,tu aime tes parents?你喜欢你的父母吗? tu aime tes parents? oui, je l'aime. 那这个父母是两个人,那在这儿的话,我们就会用第三人称le, je l'aime,非常的简单,直接避语人称代词。 那间接避语人称代词的话,大家知道形式是me de lui, nous voulons,这几个形式,代替的是借词à或借词bouh,借词à和借词bouh,大家注意,并且的话是只能指人,间接避语人称代词只能指人。 那大家看,比如说像这句话,tu bâhle à des bâhons?你跟你的父母说话了吗?你跟你的父母说了吗? tu bâhle à des bâhons? wil je l'aime bâhle? 这个时候的话,大家看,bâhle这个词和de bâhons中间的话有一个介词à,那么de bâhons就是一个bâhle这个动词的间接避语了。 那我们在说,我跟他们说的时候,就不能用直接避语,需要用间接避语人称代词,第三人称le来代替他们。 wil je l'aime bâhle,我跟他们说了,那这就是间接避语的用法,当一个动词代介词再加上人的时候的话,我们就需要用间接避语人称代词。 那除了直接避语和间接避语的话,还有一种代词的话是负代词an,也是一个难点,它的用法非常多,在这的话我们只说一种口语当中,我们非常非常常用的一种用法。 当大家看到这个名词的前面有介词de,或者说是du,或者说是de,或者说是de,或者说是de la,这些的话,加上名词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用附带词an来代替。 比如说像这句话, 那在这儿这个sport的前面,大家看到有一个du,du fait du sport,du fait du sport,那我们就用附带词an代替,wil je l'aime bâhle,那就不能再用直接避语,或者说是间接避语人称代词了,de加名词的时候,我们用附带词an, 那还有一个附带词1,这个的话,注意,它是代替借词加地点的时候,我们会用附带词1来代替,比如说像,句话en France,你要去法国了吗? oui j'y vais,j'y vais,那在这儿附带词1就代表了前面提到过的法国en France,我是,是,我要去那儿了,那在这儿的话,e代替en France,借词加地点,那这就是法语当中,直接避语,间接避语,以及两个附带语, 我们在口语当中,出现频率是非常非常高的,那接下来,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做一个小测试,我们来看一看能不能直接反映出来,用哪一个人称代词来代替 Vous regardez la délée? oui, je la regarde Du regarde des séries? oui, je regarde Vous faites le ménage? oui, je le fais Vous voyez vos amis? oui, je l'ai Vous faites du de Nice? oui, j'en fais Vous allez au cinéma?oui, j'y vais Vous allez en France? non, je n'y vais pas Vous faites de la natation? non, je n'en fais pas Vous voyez vos parents? oui, je les vois Tu écris à ton frère? oui, je l'ai écrit Tu parles au professeur? oui, je lui parle Vous faites les courses? oui, je l'ai fait Tu fais la cuisine? oui, je la fais Tu écoutes de la musique? non, je n'en écoute pas 小伙伴们 都答对了吗? 这就是我们在口语当中 经常会遇到的一些 是要使用代词的场景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多数是没有时间去反应了 需要大家直接能答出来 所以就需要非常的熟练 掌握这些人称代词的使用 好了,我是马克老师 如果小伙伴们有想了解老师课程的 欢迎私信我 Merci